早上的10点17分 猴女健康又幸福的画展 在卫生福利部一楼的画篮展出 从105年的7月1号到10月28号 这次展展的容金为 院内附近学员的首会对猴年的联想 与对身边人的感想 祝福一笔一画 汇聚做成画 呈现多种猴年的样貌 其能起发猴年祝福之意 也能祝福每位观众民众 活年能够又健康又幸福 家南卫生福利部的家南疗养院 是以病患为中心的信念 遵循专业人理 以服务对象之福祉 尊严隐私安全健康及固定为体检 提供多元优质的医疗及职人训练服务 并于民国九十三年 以企业经营概念 将所有工作的训练划准于阿里的集团 我们他们鼓励病人在疾病状态下 能将生活边缘化 迈向社会化 鼓励病人在疾病状态下 能将生活过的精彩 透过职人附件 提高品质的生活 开启人生的新的一夜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他们 现在所这些这个院生所 所绘画的给各位看看 这个是余小银 余小银就是康康小猴宝 康康小猴宝 余小银画的康康小猴宝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呢 这边有几个比较特殊的猴廉的记者 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是急性病房的全体 其实这是摄影 急性病房的全体就是 烟火灿烂中传播快乐 急性病房有这些烟火 我们觉得带给人们的快乐 这幅作品非常好 因为急诊室的春天 我们需要这种创意的作品 才能把不了病人的心 我们再看看这边 一丝猴子 一日苹果一丝远离离 你看这是陈小翔画的 这个一丝与猴子 一日苹果 一丝远离离 意思叫做我们要吃点苹果 吃点健康的水果 然后就可以远离这些一丝 这非常非常好 你看看这些人 也都是猴连的画作 猴连的画的作品 个个都很有创意 个个都非常有创意 我们是每个礼拜二天放假 我们都很喜欢到 译文那边看看 这些残照人士画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作品 这也是记者第一次来到 卫生福利部 这边采访新闻 以前卫生福利部 在塔城街的时候 记者常常都去 你看看 现在美人美奂的大楼 工作人员今天 10月25号还要继续上班 以上是环球邮报记者 燕国龙在卫生福利部的报道 感谢观看